移民看世界您好 今天是我们第四个单元 移民跟留学跟财经跟这个商业企划 你知道吗 我们的上一集的大来宾关大哥 先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那我们关大哥不论在财经 我们都是一样35年的资金历 我是移民35年 你是财经35年 我非常佩服你 我们对联资是相当的 在这个移民移居当中 我们最近的护国神山到了全世界了 到了德国到美国到日本 甚至我们台湾的嘉义 可能人家因为这个公司去了 周边也去了 甚至我现在可能在周边的城市 我干脆从台南也先到嘉义 可能房地产也会涨 可能工作也比较好 所以这个移民移居真的真的在我们身边 你每天觉得好像跟你美观 可是其实都有关 那么在上一集呢 我们的关大宣 关大哥跟我们分享了 财经跟这一个我们的移民历史 我们今天还有更深入深入的一个精神 移民以精神 那这个移民看世界当中呢 我觉得 首先呢 您在听过这个犹太人的家族 一般人都讲富不过三 这犹太家族 他富过四富过五 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精神呢 我真的很佩服 但犹太人几乎都是嫁娶犹太人 他们在教育当中有三把金钥匙 就是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 还要非常有坚强的抑制能力 那在这个坚强的抑制能力呢 我听过一个犹太妈妈讲 不要太早给他钱 你要让他饿到了 他去想办法 他就会有抑制力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第三把钥匙 是给他一个解决的能力 这个东西呢 我想呢 大概人家说富不过三 犹太人为什么可以富过四富过五 这样的一个 那反观我们的华人呢 我们华人如果说 刚才上一集你说的 黄仁勋的父母 他们是一个专业人士 还有我们的YouTube的创建人 他也不一定是带一大桶金 那这个家训 家庭的一个规划 华人的一个精神 他怎么样在这样子一个移居移民当中变化 有我们的华人的精神 我们有没有几招 可以比这个犹太人 也是一样有这个力道的呢 我们想请关大哥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今天讲的是一个比较精神层面的东西 你刚刚讲的是犹太人的 应该是民族的训事 族训 我们叫族训 在东方呢 常常我们有所谓的家族的所谓的家训 家训本身呢 其实移民本身呢 我们常说钱过去人过去 移民其实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人过去钱过去就好了吗 人跟钱的连结是什么 家族跟家族之间的人连结又是什么 所以事实上常发现一件事情是说 像你看 犹太人他的族训做得这么好 他财务规划也做得很好 为什么他一代不会 他不会一代比一代穷 但华人很容易一代比一代穷 所以犹太人的财务规划方式 那是真是顶尖的 那时间不够 我们有空再谈 但是就是说当你从台湾移出去的时候 你跟你家人之间 你跟你台湾的爸爸妈妈之间 你们中间有没有一条除了血人关系以外 有没有一样精神是相通的 这个就是我们生的家训 我碰到一个从应该是70年前 从大陆到台湾来的一个家族 大陆的时候很有钱 到现在70年来他也一样很有钱 70年很有钱 那有一次我就去逛他们家的时候 他是把家训放在那个玻璃橱窗里面 是手写的 是手写的 上面其实家训没有多难 他其实告诉你说 永远要记得爱护自己的兄弟姐妹 然后永远不要看不起自己的兄弟姐妹 我看一看我说这个很了不起吗 他就是手写的 永远要照顾好自己兄弟姐妹 永远不要撬不起自己的兄弟姐妹 因为你们是一家人 我们到哪里去都要团结 合作互助 对其实后来那个家族的七个兄弟姐妹 到现在是第三代 到第三代是七个兄弟姐妹 感情真好 因为什么 从小到大爸爸或祖父就带他们来橱窗 看这个手写的家训 对 我又觉得说你只是这一代的几个字提在那边 平凡无奇的东西 可是问你 就有一个精神的 对 因为这是祖先写的嘛 是 爸爸妈妈写的 你要听话 然后这个东西就会成为兄弟姐妹之间共同的语言 有一天你把这个东西带到了美国去了 是 你也跟你的孩子说 你也跟你孩子说 你也可以写一个家训给你的孩子 你将来在美国 你会跟你的弟弟妹妹相处 你会认识新的人 你跟你的家人之间 我们要产生什么样的紧密连结关系 是 这个在财务规划上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一个团结的家族 关系不好的话怎么能共同 他的财务力道一定被分散掉 家族是凝聚的 他的财务规划本身的效果会很强大 所以今天不是谈工具 今天是谈什么会原来是一个手写的一张纸的字 然后呢 精神凝聚 然后把一个家族可以百年凝结 200年 也许将来是300年 我有看到还有更其他的家族的家训 他们是400年的 我也看过 那我会觉得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这绝对不是一个大道理贴在那边 国民生活须知12项给你 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从小就烙印在心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提 我们一直谈财务规划 财务规划上面其实还有一层 精神性的财务规划就是家训 它是家训 我太晚认识你 这个应该我告诉我爸爸 我爸爸也是带着黄金猫颜 一路换着这个吃的东西来 他也是一个大家族 听说当初我爸爸去念书的时候 有人推车 有人拿饭 有人拿这个书 这么富有的 但是我们家就没有把家训练在这边 从你开始写 从我开始写 不过我有一个很好的分享 我二姐在美国 我们全家在那边四五十年 我二姐的家族 她的女儿180公分 她的女婿200公分 结婚从第一年到现在 过年一定跪在那里 跟我的二姐这个丈母娘来拜年 然后三个孙子也是一样 跪在那里把这个精神一直传流到现在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她好笑很可爱 今天听到您这样讲 这也是一种家族精神 完全正确 是不论您的家训是什么 我觉得财务规划里面 家人的有爱合作 有一个家训的存在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 我记得了我从我写一个家训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一出一外 你在这边的时候 你做了这些这些的规划 你做了这些这些的投资 你到那边了以后 又不晓得要做什么 要做单一的还是复杂的 有没有好的穿口 其实真的是很复杂 可是有的时候 万有一个情况 一下变的时候 哇 可能也是很恐慌 除了这个家训联络 我们这个家族更凝聚以外 在这个财务规划呢 黄大哥 这还是你的专业要来帮我们提醒 对 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 我们谈过股债 股债平衡 那大家会觉得说平衡有什么了不起的 好 那如果不平衡 单独集中一项 单独集中一项 很多人的第一统金 其实都是单独集中一项 整得起来的 可是事实上在移民的历史中 我们也看过很多在移民国家 你不一定移民到美国 你可能移民在别的国家 是的 华人并不见得在哪里都是受欢迎的 所以我们也看过有些华人的财产 其实在一夕之间就没有掉了 没有掉有可能是基于政治情势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单一性的投资 他整个被骗 被倒掉了 骗掉了 所以你就出现了 我们在理财里面最怕出现的一个字眼 叫做一次性资产毁灭 一次性资产毁灭 我讲的好怕人 对 就是你一次就再见 因为一次就再见这种事情 就像我们常说all in all in 全推出去了 赌博一样 赌王的时候我们看全推出去了 输赢就这一把 很帅 你不能在移民的财务规划上 你不能这样子 你的孩子可能是将来的陈世君 可能是将来的黄仁勋 你不能这样弄的 对啊 所以事实上一次性资产毁灭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这样提财务规划里面 你自己会回来检讨你自己 你所做的财务规划 你所做的投资 它的平衡程度 它的安全程度 你评估过 它的 它有没有可能哪一天是一次性资产毁灭 这个东西是一个 这是一个刚领事的说明 可是我就是会这样 那我就一直都做这个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你在争取时间 你单一技能累积的财产 这是一种方式 你是单一技能 那是牵涉到环境有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有时候是什么 是单一项目的投资 这就很危险 对单一项目的投资 只单一执着于某一种工具 某一种方式 它要分散 对它要分散 可是很多人又不喜欢分散 但是不喜欢分散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要谈你碰到一次性资产毁灭的时候 你有没有第二笔钱可以让你东山再起 让你的孩子的教育不要受中断掉 你有没有第二笔钱 如果你没有第二笔钱预备在那里的时候 你的一次性资产毁灭 你就在异国他乡 大家就喝白开水 你的子女也喝白开水 其实这个观念其实我很喜欢提示 因为我们在长期规划的金融操作历史里面 我们看到太多昨日成功 今日一次性资产毁灭的人 我们看太多了 移民是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移民是一个喜悦的 移民是应该是一个渐进的 移民是应该是一个有精神性的 而且是有理性的 是不是 没有错 你可能只会一样纪念 在那边会慢慢增加纪念 可是就理财累积的方式本身 除了辛苦工作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讲 辛苦工作就是一种方式 它不称为理财工具 但理财工具的配置上面 或是你个人的心态上面 或是你执着于某一个标的的资产投入上面 你如果他出现一次性资产毁灭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这个一定要提醒的 那我像我个人 我在美国最喜欢就是房地产 那我现在应该要藏一部分的钱 做一些其他的规划 就跟上次您在移民与金融里面告诉我们 不要光股票 股债要平衡 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现在心里想 我虽然很会做房地产 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平衡 就好像不能光做股票要股债平衡 我已经开始来研究债券了 谢谢您的提醒 那么在每一个人的一个价值观都不一样 有人喜欢买民车 有人喜欢买豪宅 这些都是你的资产 这都是你辛苦赚来的 可是呢 我们人一辈子只有一个身体 那我是觉得 在这样子的一个移居海外 我到这个城市 我到这个国外的时候 哇 移民前的健康投资 移民的健康规划 那在这一个部分 关大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 来帮我们做一个提醒呢 大家都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是明明不是财务规划专家吗 怎么来扯到身体呢 我也没有帮任何一个诊所去打广告 我跟大家讲一段小历史 我前一天看乌丰林家 大家知道乌丰林家在台湾 是赫赫有名的大家族 跟板桥林家 我们有两个林家 是是是 乌丰林家的第六代呢 第六代出了一个在清朝的时候 打败法国的一个将军籍的 叫林朝栋 我其实那天到乌丰林家那段历史 我看到有一个这么神勇的林家后代 我真的是太敬佩了 林朝栋快50岁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台湾后来被割给日本了 割给日本 林朝栋他们家族就商量了 我们家族有两大系统 我们不能两家族两大系统都在台湾 会有风险 要有一支分散出去到对岸 那时候是厦门 这是一个家族风险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家族就在 大家族就在商量 如何把家族的风险降低 那林朝栋去了 可是林朝栋去了 厦门没有几年之后他就过世了 过世的时候呢 其实我这个故事影响我很多在想一件事情是 林朝栋在打仗累积多年的过程中 他没有办法带一个健康的身体去移民 OK 所以呢当他到了新的移居地的时候 事实上他就开始生病 开始养病 然后就走了 就走了 他走了非常可惜 我今天其实这个历史案例让我想一件事 说我们都知道在国外的医疗费用是很贵的 很高很高 有些人怕生不起病 对你生不起病 当然你还要搭 除非你的公司 或者你有享受到美国很好的医疗方案 事实在台湾本身呢 在你移民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财务规划 是先把你的身体养好 没错 不要带病去美国 我们在保险上并不鼓励带病投保 可是我们在移民上面也并不鼓励带病到带病移民 带病移民是太可怕的事情 对 在台湾为什么我一直说移民是一个从容的过程 是一个不要无奈的过程 好的规划 他确实这个规划本身的因子里面 带着你把在台湾把身体的部分 梳理清楚 该调的调该痒的痒 该动手术的动手术 类似这样的东西 补鸭齿再赶快补一补 对 美国很贵 所以带着一个健康 至少目前是健康的身体去移民 因为否则你的错误 你的一个错误 你一个不好的身体状况 拖垮你所有的稳健财务布局 这是我觉得这是我那次看林家花园第六代林超东 将军我要称他为将军林将军的故事 我都要佩服他我也要为他感到惋惜 但是这个故事 他的这个故事让我去想 我们讲我们做财务规划顾问 不能不能对移民的朋友们忠心的提出这一点建议 非常非常中肯 很感谢关大哥 除了你的金钱财富事业以外 你的家人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 你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 你才可以拥有你所有的财富 你的事业 你的家人你的子女 谢谢关大哥 谢谢你的提醒 我实在是太忙了 不过呢 我谢谢你的提醒 我们最重要的移民看世界 金融与健康 那么呢 我觉得你一定听不过瘾 因为关大哥35年的财经 顾问股票债券 其实呢 我常常跟他私底下聊天的时候 就是您对这个历史 那尤其跟我们这个财经 跟我们的移民的历史 哇有渊源不断的 他的这个博学 我们期待您的下面的续集好吗 好 没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移民看世界 我们到这里 希望你们都听得过瘾 如果有问题 随时在下面可以提问哦 好的 移民看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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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